让经济产生震荡的 当然有一部分是区域的安全情势 究竟稳不稳定 至少在南海这个部分越来越糟糕 中国跟菲律宾又爆发了南海冲突 这次使中国的海警船刮伤了菲律宾的海警船 导致船身受损 更以数量优势包围了菲律宾的补给船 同时还用高压的水柱 击破了菲律宾船只的挡风玻璃 导致至少四个船员受伤 菲律宾的盟友美国在第一时间公开谴责中国 澳大利亚和东协站在美国同一边同声喊话 要中国在南海遵守国际法 停止危害区域内和平稳定的任何单方面行动 中国与菲律宾周二再次传出激烈的南海海上冲突 只见画面下方动位明显更大的中国海警船 与画面上方的菲律宾海警船 在互不相让的情况下船头互相刮蹭 从飞方公布画面清楚看到 事发当时中方凭借自身盾位逼近飞国船只 飞国海警匆忙拿出缓冲装置挂上船头 减少船身受损 两名中国海警则全程拿着摄影机站在船头拍摄 蹭船之外中方海警还包围飞国补给船 并疯狂发射水炮攻击 强烈的水炮攻势不但对飞国补给船造成破坏 更导致至少四人受伤 连当时在船上参与巡逻 美国监控任务的菲律宾中将也挂彩 尽管多个视角所拍下的画面清楚记录中方海警在南海的独断行进 但在北京当局口中却成了另一番故事 包括指控飞方侵权挑衅并强调 中国海警现场操作合理合法 菲律宾两艘运捕船 两艘海警船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 仁爱交邻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方船只采取必要管制措施 北京当局这种无视国际法 擅自把南海化作自家海域 并且驱离其他国家船只的做法 不仅引发菲律宾反弹 并召见中国使团抗议 身为菲律宾长期盟友的美国 也在第一时间谴责中方挑衅的作为 同时强调中方不具有合法海权 郑庆祝澳洲成为东协首个对话伙伴50周年 并且主持东协与澳洲峰会的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则在南海议题上重申各国必须遵守国际法 至于为期三天的东协与澳洲峰会 则在周三闭幕发表的共同声明中 呼吁各方在南海保持克制 并要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声明还喊话所有国家 避免任何会危及区域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片面行动 澳洲外长稍早在没有点名中国的情况下 坦言区域内正面临破坏稳定挑衅与胁迫性的行动 因此澳洲将提供2.86亿元澳币 也就是60亿台币左右资金 协助东协国家强化海上安全 建制北京与南海局势的态度不言可遇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也在墨尔本的公开演说中 一方面表示仍愿意与中国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 但也强调当主权受到侵犯时 寸土不让的坚定决心 同样属于东协中围绕着南海的国家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则表达明哲保身 甚至在经济利益上与中方更加靠近的态度 这种各方想法与期待天差地别的现实 也让南海纷争难以平息 谈了20年的南海行为准则至今始终难产 TVBS新闻综合报道